据说印度有一位神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吃东西了 现在仍然活得好好的 这个人就是目前极具争议的印度灵修大师 希纳瑞坦·马内克 早在2003年的时候就有印度媒体爆出 马内克自1995年起就再也没有吃过一粒粮食 仅靠喝水以及接受太阳光的照射就能活命 据说这篇报道还引起了美国航天局NASA的关注 传闻NASA请它前往美国完成了全天候监视下的断食挑战 以及一系列的测试 一来是为了探测一下它的趋势 二来则是希望通过这次研究来帮助NASA解决 长时间在太空行情中生命维持和食品储存的问题 据说这个实验持续了411天 也就是说马内克在十几个科学家的监视下 有411天没有进食 结果还跟个没事人一样 此后这位大师更是在网上拥有了无数的拥躬 开创了绝石流社区风靡欧美 但是我还是很质疑他当年那个报道的真实性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 我们国家也报道过类似的事件 就是在20世纪末 当时的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张正环将军 曾为一个名为丁静的少女提词 上面写到采天上精华创人间奇迹 据说这个丁静当时跟着当年比较火的那波气功热开始练气功 然后由于这个天赋异禀到了13岁的时候 他就进入了一个不用吃东西的状态了 据说他平时只需要喝水 什么东西都不用吃 然后呢也不用去大便 后来在1990年的夏天 也就是丁静16岁的时候 中国军事科学医学院对丁静进行了一次非常严格的监测 在整整30天的时间内实行了24小时人不离的监测 睡觉有人监测 白天无论在室内室外都有好几个人轮流监视他 并且他每天饮用的那些水都要经过测量 看看里面有没有添加蛋白质葡萄糖这样的营养物质 之后他排出的尿液也全部都要被取走拿去检测 最后的检测结果就是30天内 他的肠胃当中始终是空的 而他的智力体力其他状态都是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 就是现在丁静定居在了加拿大 也是有几十年都没有吃东西了 那丁静的这个故事呢 如果要以现在一个比较科学比较较真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还是有很多槽点的 要是到那个年代经历了科学大跃进时代 正好呢又碰到当时以前学生为首的这些大佬 特别鼓励研究特异功能 搞到下面的人呢学书造假 然后对特异功能方面又开始一同胡编乱造 所以丁静是不是真的可以不吃东西光靠太阳光就过后 其实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啊 至于人为什么可以直接吸收太阳光 我在之前的那个视频里面已经讲到了 这里呢就不再赘述了 虽然人不吃东西能不能一直存活下去 这个事情呢我们暂时还不太清楚 但是不吃东西这个事啊 他还说不定是一件好事 人们发现动物在受伤的时候 他们就不吃东西 就会采取进食的这样一个行为 进食的动物呢 它的伤口恢复的速度会明显变快 那比如说像人生病的时候啊 你肯定也没啥胃口不想吃东西 这个时候呢总有人在旁边劝你 哎呀生病了就该多吃点粥啊什么什么的 补一补补充一下能量 这样呢对恢复身体有好处对吧 这里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那这是一个特别错误的做法 你在生病的时候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吃东西 不想吃的时候就千万别吃东西 别硬逼着自己吃 那按照目前比较主流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你吃饭消化 所需要的能量是巨大的 而当你身体受伤或者生病的时候 你体内的能量主要会被用在你身体恢复 和用在免疫系统上面 所以此时最好不要吃太多东西 来增加身体的消耗和负担 而且近几年欧美国家流行的什么进食社群啊 进去一看你会发现里面说什么都有 里面有人说自己通过进食 然后视力变好了的 有人说自己通过进食 什么糖尿病好了的 还有人说自己通过进食 这病好了那病好了的 虽然你在那里面看不到一点所谓的科学依据 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人啊 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病例啊 就很神奇 但是他们所谓的进食啊 也不是说一直什么都不吃 而是可能一周断食个两三天三四天 或者说有时候一个月断食一周这样子 他们这种行为呢 在科学上来讲啊 应该叫做间歇性断食 确实有科学家研究过这方面的东西啊 只不过呢研究对象还是小白鼠 科学家就发现啊 当这个小白鼠它在受伤前一周内进行两次24小时的进食后 这些小鼠的伤口会闭合的更快 表皮和真皮再生的速度也会更快 并且伤疤形成更少 以及会拥有更高水平的血管生成 虽然现在科学还没搞明白 为啥进食断食会对这个生物体产生这样的好处 但是就从目前发现这些点来看 也许古人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的断食养生 也就是所谓的壁骨养生啊 可能真的是一个可行之法 Peace 小白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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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